小子 我说的你都记清楚了吗 嗯 一会雕爷会将封印解除 封印解除之后 血灵魁的实力还不会全部恢复 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 明白 尘虎 你就负责吸引血灵魁的注意 很好 那雕爷便开始了 好 小子 准备好 知道了 这杀戚也太猛烈了 血 我有血 小子 陈仙带 怎么会 啊 啊 这下麻烦了 小燕 混账 血 更多血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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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黄斑海印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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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 啊 啊 小蛋 集中精力 开启师傅 雪灵魁 会坠毁看到的一切火物 点在之前 它是不会停下的 你全力开启师傅 我和春虎不会拖住它 可是 妖艳怪折不住了 春虎快来帮忙 天皇 请证 天皇 请证 你怎么办 啊 这东西 果然难对付 春虎 不知道那小子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开启师傅 我们尽量争取时间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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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混蛋 既然注入我所有的原力 还是无法开启师傅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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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行 得赶紧想别的办法 啊 那些地煞寒气 有了 这小子怎么还没好 喂 小子 你在干什么 小雕 你们再坚持一下 小子 你 春虎 小子 你最好快点 小子 你最好快点儿 吞噬之力 吞噬之力 哎 快 空虎 吞噬之力 啊 吞噬之力 你不得尽 好快点儿 不开心 之力 十足 放 这小子 每次都这么惊喜 小子 干得不错 幸好有着吞噬祖符在 而且 你们也帮我争取了不少时间 不然还真收服不了这血灵魁 小子 今后还是不要轻易使用吞噬祖符 万一被人察觉祖符现世 就麻烦了 这次也是情况危急 今后我会小心使用的 不过是血灵魁如此狂暴 又怎么使用呢 这个你倒不必担心 你的精神力 会在石伏之中 慢慢融入它体内 过段时间 便会凝结成精神烙印 到时候 它便是你的灵魁了 有需要 你就可以将它召唤出来使用 不过 时间不能太久 否则血灵魁 还会容易再次失控 啊 还会再次失控 嗯 看来 还是得谨慎使用 哎 不过这次 也算是得到了一张强烈的底牌 离祖笔还有不到三个月了 是时候该回去了 嗯 这两年 我们也算收获颇丰 走吧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要托我宗派 哈哈哈哈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沉不住期 你 你到底想干嘛 大人 哥 少宗主 少宗主 啊 这 你们之前 应该得到过一样宝物 现在何处啊 那 那个东西 已经被一个叫灵动的人 给夺走了 那人陷在何处 我 我只知道 他已经离开大黄军了